好下面呢我们进入这个第七章叫维分方程的内容 那么这一章应该是我们整个上册七章里面最简单的一章 因为这一章我们这个阶段就是主要是学基本内容 所谓的基本内容就是解方程 这一章我们只需要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每种方程给它认出来 然后呢按照这种方程独特的解题模式把它解出来那就行了 这一章方程众多 所以第一件事情大家要会识别方程 只要认出它是哪种方程了 然后余下的就是套这种方程的解题程序就行了 所以它在我们基础阶段来讲是最简单的 那么我们先从第一小节叫维分方程 它的有关基本概念给大家还是串一下 在书上有297页开始一直到300页 这几页都是在讲维分方程它有关的几个概念 那主要有第一个什么是维分方程 以及到底是几阶方程 我们说凡是有凡数 有未知凡数 以及它的各阶导数 与自边量之间的一个关系方程 都叫做维分方程 你比如谁呀 你比如x y 再加上一个 y 等于 0 我说这就是个维分方程 为什么呀 你看 含有未知函数 y 未知函数的导数 y 与自边量 x 这就是含有我们之间的一个东西 叫做方程 那如果是写二阶导 那也可以呀 这也是未知函数 y 这是它的导数 二阶导也是导数呀 含有自边量 那这就叫维分方程 注意这三件事情 不一定非得说同时具备 那你比如说x y1 这个地方等于 0 叫不叫维分方程 叫 这里没有谁 没有 y 可以 再比如 y2 加上 y 等于 0 叫不叫维分方程 叫 这里没有谁 没有 x 对不对 再比如 y2 等于 0 这叫不叫维分方程 这也叫 所以这些都是维分方程 一句话 这个方程中谁不能少 这个导数不能少 他不能少 维分方程中必须含有导数 其他的可以省 你比如这下面三种都少东西了 但是谁都没有少呢 这个导数都少不了 必须得含有导数 其他地方可以省略 好 这是我们说到的所谓的维分方程 那么到底是几阶方程 看什么 看导数最高是几阶 未知函数最高阶导数的阶数 叫做维分方程的阶数 你最高有二阶导 那就是二阶方程 三阶导 三阶方程 好 这是维方程和它的阶 第二个 所谓有方程就有解 什么叫解呀 我们这样说 如果大家把某一个函数 以及它的导数 带入这个方程中 能使这个方程成为一种横等式 我们就称这个函数 是这个方程的解 这个该函数 为方程的解 为非方程的解 都是一种函数的形式 这一点跟我们以前 代数方程不一样 以前我们的方程都是一个根 现在是一个函数 那什么叫通解和特解 也看一下 如果这个方程的解中 含有独立个数的 含有独立个数的常数 跟这个接数相同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种解 我们命名为 叫它的通解 再说一遍 这个方程中 含有的独立的常数个数 跟它的接数相等 叫通解 如果这个解中 一个常数都没有 那叫什么 那叫特解 所以显然 特解就是通解中 把常数给我定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定出常数 那就需要一些初始条件 说能确定通解中 任意常数的条件 我们命名为初始条件 初始条件 就是确定常数 由通解得特解 那一般来说 如果是一阶方程 通解中有一个常数 那就需要一个条件就行了 如果是二阶方程 通解中有两个常数 那得需要两个等式 解两个常数 所以显然的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整个第七章 第一小节 所涉及的那几个基本概念 大家有一个认识就行了 那么往下我们来 正式开始播入解方程 我们书上呢 从第二小节 你看302页 说得很清楚 从第二小节到第四小节 我们都去讨论 一阶方程 那就是说 什么叫一阶方程 一阶就是只有一阶导数 对吧 没有二阶导 那么第二小节 第三小节 第四小节 这三小节都是研究一阶方程 我们书上是分开讲的 我这个地方把它合并在一起 一起来看 那么一阶方程有几个 主要来说 有这样以下四个 第一个叫可分离变量的 微分方程 这就对着我们教材的第二小节 那么来认一下 何谓可分离变量 一句话 一个方程 如果能写成 GY底Y 等于FX底X 大家来注意看 这一端只有Y 这一端只有X 这个等号就把它分开了 这就叫可分离变量的微方程 等号右端只有Y 等号左端只有X XY给它分开 分加了 你懂得不对 叫可分离变量 那么这种方程怎么解 注意记住 解法就是两端直接做积分 两端直接积分就解出来了 到底怎么积分 我们一会通过题目来说 好 这是我们说的最简单的一个 叫可分离变量 那么再往下走 翻教材 第三小节 叫其次方程 来 我们一起认一下 什么叫其次方程 一句话 形如 DY除1DX 等于FY除 FY的Y除X 你看 DY除DX 等于FY的Y除X 这种方程 我们命名为 叫其次方程 咱们解一句话 换源 令Y除X等于U 做这个换源 就能解了 那你想一想 我们刚刚讲过 可分离变量 会解了 其次方程 换源之后 就会自动 改成谁 做换源 其次方程 就能转成可分离变量 可分离变量 怎么办 两端直接积分 那不就行了 好 这是第二小节 再往下来 第三小节 叫三 叫一阶线性方程 那么来认一下 什么叫一阶线性 说 形如 DY除DX 加PXY 等于QX 这种方程 命名为 一阶线性方程 一阶线性 这里面 注意 如果说 这个QX等于0 QX等于0 这个地方 我们命名为 叫其次方程 如果QX 不等于0 我们名为 非其次方程 注意 这个地方的其次 和刚才的这个其次 两个尽管都叫其次 可是他俩没有关系 那历史上 就是叫虫了而已 尽管都是其次 但是没什么关系 我这个其次 是说 右端为0不为0 为0叫其次 不为0叫非其次 怎么解一句话 被公式 你看 多好办 有公式呀 被通解公式 解法被公式 一阶线性的通解公式 就是Y等于 这是Y等于一为底 负的PXDX 然后QE的PDX 再DX再加个C 这就是我们说的 一阶线性方程 那么这三个 我们数学一二三 都要掌握 还有一个 在教材上 3191叫 博务务力方程 翻书P319 这个地方仅对数学一 数二数三 不要 仅数学一 要博务力方程 来 数学一 认一下 何为博务力 说 形如 DY除DX 加PXY 等于QX 多了个谁呢 多了个Y的N次方 其中 N还不取0E 这种方程 我们就叫 博务力方程 大家来看一下 博务力方程 跟谁有点像 博务力方程 跟这个 一阶线性 有点像 一阶线性 右端 只是QX 没有Y 我多了一个Y 那你想一想 这个1 博务力怎么做 记住 博务力的做法 就是方程两端 同乘Y的-N 同乘Y的-N 这个就变成了QX 然后再做 Y的1-N 等于Z 换源 化成一阶线性 这是数学一 独有的方程 把它改造成一阶线性 以上 就是我们 这个维分方程中 涉及到的 四种 一阶 方程 变量可分离 其次 一阶线性 和博务力 其中博务力 只对数学一 那么现在认清楚了 那接下来 就是来 做这几个 方程的求解 我们从 最简单的 变量可分离 来开始帮大家解 请大家 翻开数 304页 304页的利益 304页 利益 就是这道题目 可分离变量 来 把它解一下 接 那拿到方程 先进类型 这是什么类型 能不能分离变量 我们来试一下 那能写成底Y 给它出个谁 是不是底Y 除个Y 将等于2XDX 打可分离变量 然后两端做积分 两端做积分 那你想 这个地方做积分 那就是底Y 再除个Y 这个地方做积分 就是2XDX 那来 这个地方做积分 那是不是 Line Y的绝对值 因为你加绝对值 不知道正负 那么右端 真的来个谁 是不是来个X的平方 然后呢 加上什么 是不是加上一个 常数C 对吧 你加个常数C 注意 维分方程这一章 有一件事情 维分方程这一章 凡是这个积分号 都是表示一个原函数 表示一个原函数 那个常数 总是单独写出来 常数 常数单独 单独写 这一点是一个约定 维分方程这一章 凡是碰到积分号 都是表示一个原函数 这个常数都要单独去写 单独写 这个意思 好了 那么写到这个地方 其实也就要通解 什么叫通解 答通解 就是含有一个常数 因为你是一届方程案 可是呢 我们最好是写成Y的形式 好了 那它的绝对值等于它 所以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两章取个E 那也就是取个E Y的绝对值 等于以E为底 是不是X字方 再加个C 对吧 以E Y等于谁 是不是Y就是等于这个正负 正负E的X字方 是不是再加个C 对吧 那其实就行了 其中C是什么 其中C是任意常数 最好把答案写成这种 这叫什么呢 这叫显示方程 显示解 那这个呢 这叫什么 这个地方 这叫隐示解 对吧 就是这个等式 隐含着方程的解 是吧 只要X的取多少 就是这个地方 应该说这个地方 叫隐示解 这叫显示解 这个地方叫一种隐示解 其实就是写成隐示解 也算对 只不过人民习惯上 更喜欢写这种显示解 尽量写解除歪 如果歪实的解不出来 那就保留隐示解就行了 好 这是我们说的 编量可分离 来 那么教材上 你会发现 每一小节 有这种常规体 还都有一种用用体 比如304页 还有例二 一个物理应用 例三物理应用 还有例四物理应用 这些物理应用 请大家暂时也是滑掉 我们暂时不看 我们在上一章 定积分 没有讲物理应用 我们违背方程这一章 这个阶段也不学物理应用 所以请大家自觉自动看书 凡是每一小节 涉及到用用体 都把它删掉 好 然后来往后翻 309页 其次方程 看 这个地方是309页的题 也就是310页的题吧 310页 解这个方程 那么拿到方程 大家看 有一节道 那就是一节方程 什么类型 是不是变量可分离 发现根本分离不了 那是不是其次 想想 其次方程 需要写成 dy出dx的形式 那把它变形 是不是dy出个dx 变形一下 就等于 这个y除以x的平方 再除上 y除以x 减个1 刚好是什么 其次方程 做法 换员 另 不动后球岛 不是他吗 将他带入 带入星中 带到什么了 带到带进去 那你看 就是u再加上x du再出dx 等于右端 那不是u 除以u 减1 变成他了 再往下 那我们知道 其次方程 通过换员 都会变成谁 变成变量可分离 再将它整理一下 也计 大家整理一下 就是谁呢 变量可分离 看 整理一下 就是这个 1 减掉 1 减掉 u分之 1 然后呢 再 du 我中间省一点 那等于谁呢 等于x分之1 dx 这不是变量可分离了吗 对不对 这叫双性 变量可分离 然后两端 做积分 做积分 那左端 这个地方 做积分 大家思考 这个地方 来个积分 这个地方 来个积分 左端 做积分 应该是u 再减掉 line u的绝对值 右端 做积分 应该是line x的绝对值 再加个什么 是不是再加上一个常数c 这不就行了吗 最后你别忘了 把这个u 得给我代入一下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整合一下 这最终是谁呢 那也几 这是谁 是不是这个line 跟这个line可以整合一下 那就是u减个c 其实是等于line的绝对值 是不是u乘x 对吧 那e几 又是谁 那u是谁呢 u是y除x 所以y除x 减个c 那等于line的多少 u乘x u乘x是y 所以这就要来个y的绝对值 对吧 那这就是我们方程的解 这叫什么解 这叫隐式解 对吧 这个东西隐藏着y跟x 那也可以写成显示解 写成显示解 那就是把这个y写成谁呢 到这个地方不好写显示解 你想想这个题好不好解除y呀 你如果非得解y的话 那就是谁呀 你非得解y 那就是相当于两边取个e就行了 对吧 原来取个e 那就是这个 取个e的话呢 就是y的绝对值 等于以e为底 y除x再减个c 你会发现 这个方程中 也是一个隐含数呀 这有y 这还有y 这不干净了 所以干脆呀 就保留到此处就行了 这就个隐式解嘛 也对 那写明 其中 c是任意常数 这也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隐式解的情况 化不成显示解 那就保留就行了 隐含数 我们学过 好 这是棋子方程 再往下 来看第三种 一阶线性 那么310页 另一是一个物理应用 那么这个物理应用 我们暂时不看 312页 有个打新的 叫可化为 七次方程的方程 包括例三 这个地方 我们也不要删掉 所以七次方程 我们就要立一就行了 然后往后翻 翻到第四小节 叫一阶线性 316页 来 看这个地方 P 316页 316页 立一这个题 那首先 拿到手 扔下类型 这典型的不就是一阶线性吗 相当于你的P是谁 P P不就是负的2 再除以X再加个1吗 那K又是谁 那K又显然就是 X再加个1的2分之5次方 直接被通界公式不就行了吗 公式怎么来的 不要管 直接被公式 公式就是Y等于 以E为底 负的P 负P 负PX DX 再来公式 K又X 以E为底 正PX DX 再DX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常数C 请大家把这些东西 全部带进去 带一下呀 把P带进去 把Q带进来 中间经历一些基本的运算 我就给一下吧 最终我们只给答Y 大家解的结果 这里面属于不定积分哈 不定积分Y 等于X加个1的平方 然后呢 再来个三分之二 X加1的二分之三 然后呢 再加一个常数C 那就可以了 注明其中C是任意常数 C是任意常数 大家不用管书上去怎么解的哈 书上怎么解的 书上呢 是用所谓的常数变异法去解 我们不要那样 我们就直接背公式就行了 这有公式为什么不背呢 对吧 就这个地方 直接是背公式 这叫公式法 直接公式一背 积分一做 就是我们的通解 好 那么书上316页 第二题又是一个电路 物理应用的题 我们也不要把它删掉 好 然后翻到318页 318页 例三 上面有一段话 这个话呢 请大家这个稍微的读一下 叫什么呢 说利用变量代换 能把一个方程 就是求解 这是一个基本的思路 大家想一想 如果一个方程拿到手 不会解 不会解的话 一个最基本的思路 就是搞换员 是不是换员 比如谁 其字方程 其字方程就不会解 其字方程不会解 怎么解出来的 换员 是不是经历换员 伯努力不会解 怎么办 换员 所以有一个基本的想法 将来如果大家遇到 不会解的方程 要学会做换员去解 那么到底怎么去做换员 做什么样的换员 一般题目会有提示 要么题目明确说出来 用哪个换员 要么就是这个题比较特殊 大家肉眼观察 应该能够猜测出来 用哪个换员 比如大家看 318页 例三这个题 318页 例三 那这个题呢 书上就是典型的一个 换员法 解方程 书上怎么解的呢 解 你看他就是令 你看这个地方 DY出DX 等于这个家伙 这并不是一阶线性 对不对 也不是变量可分离 也不是棋子 也不是波努力 他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想到换员 书上是换员 但是我们就给大家补充一个思路 大家注意 如果一个方程拿到手 他不是变量可分离 不是棋子 不是一阶线性 又不是波努力 怎么办 赶紧做字变量 跟音变量的对调 写一句话 那就是将 XY对调 去看此方程 什么意思 以前 大家都是把Y读作函数 X读作字变量 现在把X读作函数 Y读作字变量 这样一对调 那请大家来看 我一对调 来 那是不是写成 X对Y球导 就是颠倒一下 X对Y球导 等于谁 是不是等于X加Y 对不对 这里面 注意 那这里面 我将X看成谁了 我将X看成函数 Y看成字变量 那也挤这是谁 也挤 DX除DY 其实是谁呢 也挤 X答一本 对谁 对Y答一本 减掉谁 是不是再减掉X字几 等于谁 是不是等于Y 现在是X是函数 Y是字变量 这是什么方程 回答 这不典型的是一阶线性吗 所以被通解公式 X等于谁 是不是以一为底 负P 是不负P P是谁 P应该就是这个负1 是不负1 那不就是负1吗 负1 然后来个谁 是不是底Y 对吧 Y是字变量 然后呢 再来个K K又是谁 K又就是Y 然后来个以一为底 正P P是谁 P是负1 是不是负1 底Y 再来底Y 再加个常数C 跟上 对不对 这就是一阶线性 这个观点应该得有 将XY对调 看方程 这一点 那么再往下走 也挤 这个X等于谁 我们来算一下 这个地方负负得正 就是一座积分是Y 所以这个叫出来个 E的Y 此方 那么里面是谁呢 里面的就想 这是Y 然后呢 这个就是来个E的 然后负1做积分 是负Y 对吧 然后呢 这来个底Y 再加个C 然后再往下走 这个积分 是不是明显要 奔着分布积分来 我们来试一下 它按照分布积分是谁 试一下 那就是把Y保留 然后底E的负Y 前面多个负号 那也就是负Y E的负Y 再加上 E的负Y 再底Y 所以应该是 这个地方就是 再减个E的负Y就行了 所以再减个E的负Y 所以这个积分出来了 那就是E的负Y 拿走 那负Y再减E 负Y再减E 那E的负Y 拿走负Y 再减个E 然后呢 再加个常数C 这就是我们这个题的答案 X等于他 那把它整合一下 就是谁呀 其实 那E几 X等于谁 你看看 乘进来 乘进来的话 这不就有一个 减Y减E 再加谁 是不是加CEY 对吧 其中C是任意常数 其中C是任意常数 你看这个答案 与我们书上319页 答案完全一致 书上的做法 我认为做的又比较麻烦了 所以大家应该有这个观点 这个题目 如果拿到一个一阶方程 一阶方程 它不属于我们学过的 不是变量可分离 不是其字 不是一阶线性 不是伯努力 立即将XY对调 XY对调 重新去研究这个方程 也许就回成了一阶线性 这一点 你看 这不就回成了什么呀 所谓的一阶线性吗 什么一阶线性 然后干什么呀 什么采用公式法 将其解决 那就可以了 书上的做法 你自己看一下 好 这是我们说到的 一阶方程中的一阶线性 以及XY对调 把它解出来的 那么最后 还有一个 三百一至九一 第二个标题 叫伯努力方程 这个地方 紧对数学一 数二数三不要 书上有一个小题 叫例四这个题 例四这个题 在我们屏幕上 也给大家展示了一下 就是这道题 说 求这个维飞方程的通解 数学一的考生 这个叫仅数一 数学一的考生 伯努力方程 有好多年没有出现过 他考的非常少非常少 非常少并不在这不考 那数学一的学生 还是要把这种伯努力方程 老老实实的自己做一下 比如我们来一起实验一下 伯努力怎么做 两不走 第一步 先两端成谁 是不是两端把这个家伙乘走 就是乘个Y的负二次方 对吧 那么你这样一乘 那就是变成了Y的负二次方 然后底Y除以底A 是不是再加上X分之一 然后来个Y的负一次方 再等于谁 是不是A倍的这个Loynex 好 第二步开始换圆了 是不是令Z等于谁 是不是令Z等于这个地方 对吧 令Z等于它 所以我们再令Z等于Y的负一次方 则告诉我 底Z除以Dx是谁 那是不是就是负的Y的负二次方 没完再来个谁 Dy除以Dx 是不是这样回答 好 将它带入行中 带入行中 得到谁了 来大家看看 这个位置是Y方 称Dy比Dx 这个地位是Y负二 称这样Dy比Dx 差个谁 差个负号 所以就是负的Dz除以Dx 再加上X分之一 再来个Z 等于谁 是不是A倍的Loynex 那也几就是谁了呢 也几是不是就是Dz除上Dx 再减掉X分之一Z 然后呢 再等于这个负A倍的Loynex 对吧 好 这叫双形 这就变成什么了 是不是把伯努力方程 变成了一阶线性方程 然后大家请帮我套公式 Z等于谁 是不是以义为底 负的P Dx 然后这是K有 再来以义为底 这是PDx 再Dx 再加个C 对吧 这不套公式吗 套公式 套的结果 我们直接给一下 那套的结果 Z等于谁呢 那叫套的结果 应该是Z等于X 括弧 这是负的二分之A 然后再来个Loynex的平方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C 套公式 那Z有了 Z有了 我们是解的Y 跟X的关系 再把Z改成谁 Z改成Y 那固 那就是谁呀 Z就是谁呢 Z是Y的负一次方 相当于这个等于谁 是不是等于Y分之一 对吧 你把它乘过来 就干嘛了呀 乘过来 也解就是X乘Y 然后呢 再来一个负的 二分之A 然后呢 是不是Loynex的平方 再加个C 将等于了1 这就是谁呀 这就是方程的空解 对吧 这又是一个隐式解 这不隐式解吗 是不是这个方程中 隐含着XY的关系 这就是伯努力方程 所以这一章 真的没有什么难题 只要方程认对 然后按照这种方程 独特的解法 全部把它解决 好 那么以上 我们前四小节 对于一阶方程 就说到此处 我们稍作休息 咱就谈 后面几小节 讲的高阶方程 怎么处理 对于一阶方程